凤姐生日过后便入了秋 天气凉爽夜赴渐长 凤姐果然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话剧出来 送至园中 外面翻了卷起了稿子进来 宝玉每日便在西春这里帮忙 探春 礼丸 迎春 宝钗等也都往那里前坐 一则观画 二则便为会面 我说要加货 也帮你 不是 这边 来 我绝对 谢谢 谢谢 待遇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 必犯素季 金秋又与贾母高兴 多有了两次 未免过劳了神秘 近日又复受起来 觉得比往常又重了 所以总不出门 只在自己房中降养 这日宝钗来探望她 因说起这病症来 妹妹 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还好 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 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点的人来瞧一瞧 治好了岂不好 每年间闹一春一下 又不老 又不小 成什么 也不是个常法 不重要 我知道 我这病是不能好的了 岂别说病 只论好的日子是怎么情景 就可知了 可正是这话 古人说食骨者生 你素日吃的 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 也不是好事呀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也不是人力可抢的呀 今年 比往年 反觉又中了些似的 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 人生肉贵太多了 虽说一气补神 也不宜太热 依我说 每日早起 拿上等燕窝一两 冰糖五千 用银调子熬出粥来 若吃惯了 比药还强呢 最是自应补弃的 你素日待人 固然是极好的 但是 我最是个多心的人 只等你心里藏肩 从前日 你说看杂数不好 又劝我那些好话 我竟大感激你 往日 竟是我错了 实在无道如尽 细细算来 细细算来 我母亲 去世的早 又没有姊妹兄弟 我长了这么大 还没有一个人 向你前日的话 教导我的 愿不得 人丫头说你好 往日 我见她在你 我还不受用呢 昨儿 我亲自经过 才知道了 我因这身上不好了 每年 都要犯这个病 秦大夫 熬药 人生肉贵 都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 这回子 我还说 药熬什么眼窝粥 老太太 太太 凤姐姐 这三个人 是没话说的 可是 那些底下的 脖子丫头们 未免 不嫌我太多事了 况且 我又不是他们这儿的 正经柱子 原是无依无靠 头发来的 如今我还不知进退 何苦叫他们来咒我 这样说 我也是和你一样啊 你如何逼我 你又有母亲 又有哥哥 家里 又有房有地 你不过 就是亲戚的情分 白住了这人 你因大小事情 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 要走 就走了 可是 我是一无所有 那些小人 岂有不多闲的呢 将来 也不过多费得一副 嫁妆罢了 如今还瞅不到这里呢 人家刚拿你当个正经人 把心里的烦难 告诉你听 你怎么反弹我取笑呢 虽是取笑 却也是真话 你放心 我在这里一日 我与你消遣一日 你有什么委屈烦难 只管告诉我 我能解的 自然替你解一日 我虽有个哥哥 你也是知道的 只有个母亲 比你略强些 咱们也算同病相怜 你这么个明白人 又何必做司马牛之探啊 你才说的也是 多一事 不如省一事 我明日家去 和妈妈说了 只怕我们家还有 与你送几两 每日 叫丫头们就熬了 岂不又便宜 又不经事动众的 东西是小 难得你多情如此 这有什么放在口里的 只是我人人跟前 施予应候罢了 只怕你烦了 我且去了 那你晚上 再来跟我说句话吧 嗯 这里 呆鱼喝了两口粥 扔歪在床上 不想日落时天就变了 熙熙滴滴下起雨来 秋陵默默 凝晴不定 那天渐渐的黄昏 且映的尘黑 见着那雨滴烛烧 更觉凄凉 哎 黛玉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 却是岳父杂稿 有秋鬼孕 别离愿等辞 但欲不觉心有所改 亦不禁发雨张聚 遂已成代别离一首 你春江花月夜之歌 乃名其词曰 秋冲风雨昔 秋花惨淡 秋草黄 耿耿秋冬 秋也长 已绝秋床秋不见 哪看风雨 祝几凉 祝秋风雨 来何送 今后秋春 秋梦梦 宝得秋情 不忍眠 不忍眠 自向秋平 不耐秋风铃 残楼生醉 秋雨季 年宵 年宵默默 不搜搜 灯前四万 离人庆 寒烟 寒烟小院 转萧条 书竹虚窗 十一令 不知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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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休 几时休 你叫泪灑 床沙湿 振烟 白ría 痢 藍 琦 山 伊 明 4 4 4 7 9 谢谢观看